创世纪第四十八章 这些事以后,有人对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 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 有人告诉雅各说,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 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雅各对约瑟说, 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露丝向我显现,赐福给我,对我说, 我必使你繁殖增多,成为一大族, 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生了两个儿子, 现在他们算是我的,以法莲和马拿西是我的, 好像刘本和西勉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子孙,都是你的。 不过,在继承产业的事上,他们可以归在他们哥哥的名下。 至于我,我从巴弹回来的时候,在迦南地的路上, 那里到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就死在我身边。 我在那里把他埋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儿子就问,他们是谁? 约瑟回答父亲,他们是我的儿子,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 以色列说,把他们领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他们祝福。 以色列因为年老,眼睛昏花,看不清楚。 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去,他就与他们亲嘴,拥抱他们。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可以看见你的面, 现在神尽使我见到你的后裔。 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膝上抱下来, 自己脸浮在地,下拜。 约瑟领着他们两个,到以色列的跟前, 以法连在约瑟的右边,对着以色列的左边。 马拿西在约瑟的左边,对着以色列的右边。 但是,以色列两手交叉, 右手按在次子以法连的头上, 左手按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 要祝福约瑟说, 愿我祖亚伯拉罕和以色所伺候的神, 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那就我脱离一切祸患的使者, 赐福给这两个童子。 愿我的名, 我祖亚伯拉罕和以色的名, 借着他们得以流传。 愿他们在地上生养众多。 约瑟见他父亲, 把右手按在以法连的头上, 心里就不高兴。 于是拿住他父亲的手, 要从以法连的头上移到马拿西的头上。 约瑟对他父亲说, 爸爸,不是这样, 这个才是长子, 请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 他父亲却不肯, 说, 我知道, 我儿啊。 我知道, 他也要成为一族, 也要强大, 只是他弟弟比他还要强大, 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那一天, 以色列给他们祝福说, 以色列人要用你的名祝福人, 说, 愿神使你像以法连和马拿西一样。 于是, 以色列立以法连在马拿西之上。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 看啊, 我快要死了, 但是神必与你们同在, 必领你们回到你们祖先的土地去。 现在, 我把从前用刀和弓 从亚摩利人手中夺过来的那块山地赐给你, 使你比众兄弟多得一份。 你躲访这次费号充的时候, 兴养裡面的一个氓, 然后你明镜需要一个老到尾这一款的东西。